时光音乐会第一季获得7.8的高分 第二期影响力更大 给人的期待也更大 播到第五期 四千多人打分8.1 还超过了第一期 主要还是固定嘉宾比较给力 能称长子 但是相对于第一期的纯粹 第二期的糟点也挺多的 太过商业化 如果不加以改善 可能会影响后期的口碑和感官 提到殷宗 芒果一定是观众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凭借多年积累的好口碑 殷宗还是得芒果早已经深入人心 在敬眼类殷宗大行其道的当下 芒果去年另提西境 打造了一档简单而温暖的 曼殷宗时光音乐会 让歌手们互唱对方的代表作 相较于各种赛制复杂的敬眼殷宗 时光音乐会的模式其实非常简化 甚至可以说谈不上创新 但就是这种大到质简般的东西 反而让观众欲罢不能 成为了芒果殷宗领域的又一档爆款 有第一季珠玉在前 时光音乐会2从录制开始就备受关注 田镇 孙岳 梁永奇 阿渡 周深和胡夏组成的常驻嘉宾阵容 也确实没有让观众失望 当然了 如果要说时光音乐会2的常驻嘉宾阵容有没有遗憾 笔者认为确实有 那就是缺少一位类似第一季中 欲可为那样的钟声带实力派女唱江 原本邓子奇可以非常好的弥补这个缺憾 让第二季的常驻嘉宾阵容趋于完美 但可惜他仅仅是前两期的飞行嘉宾 目前 时光音乐会2已经开播了四期 基本都能拿到同时段的收拾冠军 观众对于节目的整体质量还是满意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时光音乐会2已经暴露了两个很明显的问题 其一是剧本明显 其二是飞行嘉宾的质量 是六位常驻嘉宾在苦苦支撑口碑 剧本明显 节目组把观众当傻子 四期节目过后 相信不少观众已经发现了 时光音乐会2游戏环节的剧本痕迹非常明显 节目组低估了观众的智商 甚至可以说是把观众当傻子 首先 每位嘉宾要唱哪首歌 其他嘉宾都是心知肚明的 因为大家都要提前简单彩排 但是正片却要渲染彼此 不知道对方选取的氛围 其次 谁先唱谁后唱也都是安排好的 但嘉宾们却要配合节目组玩游戏 谁在游戏环节赛歌更快 就能优先获得演唱顺序 在此 当期节目会有哪位飞行嘉宾 其他人同样心知肚明 但仍旧要装作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甚至要配合演出惊喜的表情 实在是难为某些嘉宾了 当然了 这件事对于某些观众来说 肯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相较于第一季的模式 节目组的这个做法真的大可不必 好好的一档引踪节目 非要搞那套尴尬的才歌环节 而且剧本痕迹还那么明显 嘉宾们配合得好心酸 总体来说 时光音乐会二乘一不如第一季 或者说节目组没呈现出想要的改变效果 要不是六位常驻嘉宾足够强 该节目的评分不可能有现在的8.1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